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泡沫之心 轻质泡沫材料的未来应用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泡沫之心 轻质泡沫材料的未来应用 听起来像是某种新型的甜点 但实际上 这可是科技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泡沫材料的历史 泡沫材料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最初是为了隔热和减震而开发的 想象一下 当时的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试图将空气和材料结合在一起 结果却意外地创造出了可以用来做沙发的云朵 这就像是科学界的意外之喜 就像我每次在超市看到打折的巧克力一样 心里总是乐开了花 那么 泡沫材料的未来应用又是什么呢 首先 轻质泡沫材料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前景广阔 想象一下 未来的建筑不仅要兼顾耐用 还要轻盈如雨 我们可以用泡沫材料来建造高楼大厦 既能抵御地震 又能让建筑师们在设计时不再担心中的问题 毕竟 谁会想要在设计图纸上写上这栋楼中的像一头大象呢 此外 泡沫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展 轻质泡沫可以用来制造飞机的内饰 减少飞机的整体重量 从而提高燃油效率 想象一下 未来的飞机可能会像泡沫一样轻盈 飞行时的感觉就像是在云端漫步 甚至可以让乘客在空中享受泡沫浴的奢华体验 当然 这只是个比喻 实际操作中我们还是要保持干燥 再者 泡沫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值得关注 比如 轻质泡沫可以用来制造一只既轻便又舒适 让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如 想象一下 未来的一只可能会像是穿上了一双泡沫鞋 走路时轻松自在 甚至可以在舞会上翩翩起舞 当然 泡沫材料的未来应用还有很多 甚至可以延伸到环保领域 我们可以利用泡沫材料来制造可降解的包装 减少塑料污染 想象一下 未来的快递包裹打开时 里面的泡沫材料会像是泡沫芯一样 温柔地包裹着我们的心情 而不是让我们感到内疚 总之 轻质泡沫材料的未来应用充满了无限可能 它不仅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还能为我们的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 能够像泡沫一样 轻盈地探索未知的领域 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声波之谜 声学材料的神奇潜力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神秘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声波之谜 以及声学材料的神奇潜力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的情节 别担心 我们不会让你们穿越时空 但我们会带你们走进声波的奇妙世界 首先 声波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声波是通过介质 如空气 水或固体 传播的机械波 想象一下 当你在水中扔下一个石头 水面上会产生涟漪 这就是波的传播 声波也是如此 只不过它们在空气中传播时 听到的不是水花四箭 而是音乐 语言 甚至是你朋友的抱怨声 接下来 我们要聊聊声学材料 你可能会问 声学材料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们就像是声波的超级英雄 能够控制 吸收 或反射声波 比如 隔音材料 就像是一个安静的图书馆 能让你在里面专心学习 而不被外面的喧嚣打扰 有趣的是 科学家们发现 某些材料在声波的作用下 竟然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 某些特殊的声学材料 可以隐形声波 类似于光学隐形斗篷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穿上这样的斗篷 走在街上 别人听不到你的声音 那你就可以悄悄地溜走 避免那些尴尬的社交场合 再来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 在研究声波时 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声学材料 能够将声波转化为电能 于是 他决定用这种材料 来为他的家居设备供电 结果 他的冰箱开始发出音乐 洗衣机变成了DJ 甚至连微波炉都开始唱歌 虽然家里的气氛变得热闹非凡 但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设备 调回正常模式 因为他发现 吃饭的时候 听到微波炉在唱 我是一只小小鸟 实在是太分心了 最后 声学材料的应用前景广阔 从建筑声学 到医疗超声波 从音乐设备到噪音控制 声学材料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未来 或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神奇的声学技术 比如声波护盾 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噪音的侵扰 甚至是声波传输 让我们可以通过声波 进行无缝的通讯 总之 声波和声学材料的世界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你们对声波之谜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 你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 能像声波一样 传播知识 传递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热能之盾 热电材料的环保新选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既热乎又环保的话题 热电材料 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 高科技武器 但其实 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环保领域 首先 什么是热电材料呢 简单来说 它们是一种 能够将热能 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把你家里的热水器 汽车排气管 甚至是你 正在喝的咖啡的热量 都转化为电 那你就可以在家里 开个小型发电厂了 这听起来 是不是很酷 有趣的是 热电材料的工作原理 其实是基于塞贝克效应 这就像是热能和电能之间的约会 它们在特定条件下 能够产生一种化学反应 最终让你在 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 享受到电力的便利 想象一下 如果热电材料 能在你的家中普及 可能你就可以在冬天的寒冷早晨 喝着热咖啡的同时 给手机充电 简直是喝咖啡充电两不 当然 热电材料的环保特性 也不容小觑 它们能够有效地回收废热 减少能源浪费 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资源 想象一下 未来的城市中 建筑物的外墙 都装满了热电材料 白天吸收阳光和热量 晚上则将这些能量 转化为电力 供给城市的照明和电器使用 这样的场景 简直就像是 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世界 不过 热电材料的研发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科学家们在寻找高效 低成本的热电材料时 常常像是在寻找 真在大海里的过程 许多材料 虽然在实验室中表现出色 但在实际应用中 却难以大规模生产 就像是 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完美食谱 做出来的菜 却总是差强人意 最后 热电材料的未来 充满了希望 随着科技的进步 和环保意识的增强 我们有理由相信 热电材料 将会在未来的能源革命中 扮演重要角色 或许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家中 享受到热能之盾的保护 既环保又省钱 真是一举两得 所以 下次当你喝着热咖啡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 这杯咖啡能为你充电 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场 热电材料的探索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热能之盾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讨论了 多个有趣的话题 包括轻质泡沫材料 升学材料和热电材料 每个主题都展示了 科技如何深入我们的生活 带来便捷与创新 总结一下 轻质泡沫材料 可以在建筑 航空和医疗等领域 大展拳脚 像个轻盈的超级英雄 升学材料 则通过控制与利用声波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宁静与乐趣 而热电材料 则致力于环保与能源回收 可能让我们在喝咖啡的同时 顺便给手机充电 真是科技的魔法 深入分析这些材料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不仅是科学实验室的产物 更是未来生活的基础 想象一下 未来的建筑外墙 可能会像一块块巨大的泡沫 声波在耳边轻声细语 热能在我们的日常中悄悄发电 生活将会变得多么有趣和便捷 在这里 我想以轻松幽默的方式鼓励大家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的建筑会唱歌 泡沫会跳舞 热电材料会给我们写诗 那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科技不仅是冷冰冰的实验室 更是一个充满创意和惊喜的奇妙世界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这些轻质泡沫 神奇声波和环保热电材料 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提问 或者分享你们的奇思妙想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的奥秘 期待你们的参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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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